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何雨琪我问你话呢 我还能去哪儿啊 我这不回来了吗 你喝酒了 我现在连喝酒的权利也没有了 你什么态度啊 你昨天晚上到底跟谁在一起 我自己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自己 你不要像审犯人一样审我好吗 好 你最好不要骗我 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让我知道 你跟刘霍还有任何的联系 好 喂 小张 你帮我赶紧查一下何雨琪最近的行踪 越快越好 你说啊 这人与人之间真的很奇妙 靠的就是一种缘分 更别说大人跟小孩 你们知不知道 当这个小孩子 一出生的那一刹那 我是有什么感觉 爱死他了我简直疯了你知道吗 是 是 一模一样 尤其笑起来 那个两个夹 飞嘟嘟 滑嘞嘞 白须须的 我就好想捏他捏他捏他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你说什么奇 一模一样 尤其笑起来 是是是 行啊学医 对对对 阿姨啊 您这么一说呀 我也觉得和刘霍啊 特别像 是不是像对不对 像 像啊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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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 我有一个意见 你看 这丫丫都生孩子了 是吧 这刘霍也得靠点谱了吧 生孩子的时候她都没在 这太不像话了 这个事情呢我都已经 说了她不像一百次了 咱们今天不谈这个 谈点高兴的 好吗 不过你们放心 从今天开始 笑笑丫丫 就是我们刘家的宝啊 一块儿宝啊 而且我都已经把笑笑 全部都计划好了 包括她的衣食住行 全部是最好的最高档的 上学肯定都是国际幼儿园啦 国际学校啦 那是不在话下了 再说我们刘霍的事业 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将来全部都是笑笑的 这一点呢我绝对相信 不过你要跟那个刘霍说一下 她现在有孩子了 把工作稍微放下啊 重点一下孩子 还有 等 等 不是家人的事 赶紧一下 你等等等等 你感冒了 没有没有 如果你感冒 我真的要请你之前出去了 因为家里有孩子 没没干嘛 没干嘛 请 开门 不好意思 我今天用什么 特别人家 小庆啊 我不找你 我们看看鸦鸦 这样吧 来 姑娘们 来 阿姨 您好 谢谢 谢谢 你看一看 阿姨在这儿呢 小宝子来了 阿姨 好 谢谢 你看我们也不知道 买点什么好 就买了这个 气扇安全座椅 你们呀只要到指定的安装点 就可以免费安装了 可方便了呢 这宝宝小的时候 能放下来躺着 但宝宝长大了 立起来直接能坐 这不是安全性高吗 太实用了 这还以为是他们主任用的呢 我要坐这上面 怀里也得抱着你 你抱得动吗 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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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的让鸦鸦跟伙哥 把孩子抱出来 好 你们来就好 妈 还要破费 妈 您可别忘了 这孩子可不是留活的 咱不能有那么多要求 你赶紧看她的手啊 她手怎么动啊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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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伯 看来 你心里会觉得别扭吗 不会啊 为什么觉得别扭 对 其实 你能给我和孩子一番生命的地方 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我们是夫妻 说什么感激不感激的 重点是我挺愿意的 可她毕竟不是你的孩子 你妈迟早有一天会发现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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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最重要的是 她是你的孩子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也爱她 再说了 你不说我不说 你家人不说 我妈怎么会知道 不要老是被一些没有发生的事影响 好不好 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了 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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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是真心觉得 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有一天 你想过自己的生活 我也不会干涉的 我没有想过的生活 雅雅 你 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生气啊 我们俩的婚姻 本来就是你为我做出的牺牲 你付出的我都已经还不起 怎么可能要求更多呢 我没有觉得是牺牲啊 雅雅 雅雅姐 你的同事来看你了 我知道了 马上出去了 笑笑 姐姐们来看你喽 去外面喽 有人来看你喽 雷 雷 有人来看你喽 好 那我先出去了 嗯 喂 喂 我 你跟你妈妈说了吗 说什么 没有 你为什么不跟她说呢 我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难道我付出了这么多 到后来还是让她一直这样侮辱我吗 我们之间的事情没有必要什么都让我妈知道 好 你现在不想说就不说吧 我们见一面好吗 干什么 我找你有事 我现在连正点要求 你都不能管做我吗 partes 环融 你 TRT 我又 asegura 有原因 我猜口 你 Aw片 我我们见仰的 我选招 我 ratios 你快走我啊 这孩子长罗好啊 你看这孩子这鼻子 这鼻子还有眼呢 没有眼下话 都得有眼 对 长得好看 让大叔抱一个 别别别别 你不好说道 我说说 说也不能说 别打我孩子吓着 真可爱 这孩子 你看孩子长得 这孩子长得跟孩子似的 这孩子长得跟孩子似的 这这这这话 它能跟茄子似的吧 我说茄子了 这不是孩子吗 可是长得好 真是爱人啊 你还得还冲我乐呢 你看 这孩子起名字了吗 可得起个好名字 不能跟这毛茄林似的 起药水的名字 你这名字好啊 李小宝 听这名字个儿就告不了 我让你报名我这个儿了吗 你先报名的我 咱说孩子 你不是说孩子吗 我告诉你 本来呢当初我是给他 娶的叫小乖 或者是乖乖 我想呢 他长大都是乖乖的 可是呢刘虎不答应 他说这是个儿子 加拿长大了满大街的 乖乖乖乖乖乖 他才不理我们 对对对对 这就跟那小宝啊 是一个道理 你少理我们 所以呢我就看他 我看他 他常笑你知道吗 是 对笑得多可爱啊 我就在想 孩子算了一辈子 让他开开心心的 所以我就给他取教 笑笑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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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王 喝点什么 不用了 我马上就走 是不是 什么事 这些是现在市场上 卖的最好的婴儿用品 另外还有这个 给孩子的一点心意 恭喜你当爸爸 谢谢 咱们俩还用说谢谢这两个字吗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没有想怎么样 霍儿 不论你今天身边是不是有毛鸭鸭 或者是别人 或者是你已经当爸爸了 我都不在乎 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就没有变过 只要你幸福 只要你过得好 我就知足了 何必呢 你应该开始寻找你新的生活 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想过了 我不会嫁给佟建国或者是任何人 因为在我的心里一直都只有你一个人 你的新生活里不应该有我 就像你说的 我当爸爸了 我必须对我的家庭负责 不管你认为我们之间有多少遗憾 那都过去了 东西你拿回去吧 我要回去 鸭鸭跟孩子还在家里等我呢 刘虎 董总 头好晕啊 你今天怎么不去上班啊 我上什么班啊 陪老婆孩子最重要 你看这里 这里 是不是好舒服 妈不是说那个 生完孩子以后下肢的服装会消呢吗 暗一暗你就消了嘛 哎 生孩子那一天我没陪你 是我不对 你虽然没有说 但我知道你一定很生气 但别气了好不好 你气坏了你自己身体 还是你倒霉 是不是我 哦 谢谢啊 有什么好险 老公照顾老婆 本来就天经地义 来 换脚 嘿 靠住 我跟你说啊 我这手法那么专业 是因为我从那个什么 树宝宝的AVP上去学的 什么树宝宝啊 是宝宝树 是吗 你需要什么了 宝宝树说就是按摩的时候 小腿要顺着筋络按下来 重点是她说 按摩可以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去你的 你干嘛 又没钱 让你离火哥这么近 不就是个小管编吗 离我火哥这么近 就凭你你也配 扶你 胡啊 你什么都好 怎么对眼光这么差呢 喜欢那个猫邀谣 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呢 你真的是太帅了 真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活 你真是太帅了 我的活 小青 薛姨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 刚刚在胡说什么呀你 薛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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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 日房 夜房 家贼难防啊 难怪呢我说 你对火哥的事 这么地上心 这么地积极 原来你一直都在暗恋他 小青 当初你来我家的时候 我看你年纪轻轻的 一个人离乡背景 怪可怜的 我对你特别特别地好 你也知道 那为什么你会有这种 非分之想呢 你难道想做我们 刘家的媳妇吗 不 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 立刻把你所有的东西 去收拾好 离开我们家 现在就去 薛姨 是 我承认 我是喜欢火哥 可是 可是我没有做任何 上天害理的事 我 我对火哥 也没有任何的 非分之想 薛姨 你别不理我 只有你对我最好 薛姨 真的 薛姨 我可以发誓 我发誓 我对火哥 离恶 我连喜欢她的念想 都不会有了 薛姨 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机会 薛姨 求你了 求你了 好 小青啊 我念在你 在我们家待了 这么久的份上 我选择 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 大前提就是 你要彻彻底底地 打消喜欢 流火的念头 一丝一毫 我都不该有非分之想 勤怀的工作 我会随时随地 注意你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还有 把所有手机里头 用火哥的照片全洗掉 听见了吗 童总啊 老久不见啊 是啊是啊 您哪是越来越精神了 气色这么好 一定又有什么大好事吧 果然跟你说中了 来来坐坐坐 童总啊 七星吉酒店这个项目 战略方面 重新布出好了 马上就要启动 以后老弟你啊 要跟我好好合作 完成这个大项目 一定一定 我们共同努力 好 找我干什么 你说呢 你说我找你还能干什么 我不想跟你打雅米 七星吉酒店这个项目 重新启动 你还会来找我的 不是吗 我做不做这个项目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别拐弯抹角了 说重点 好 你能不能从今以后 不要再见何玉琪了 想不到你居然跟我谈条件呢 难道这个条件不够好吗 赢得一个女人的爱 不是靠着什么手段就可以了 你倒来教训期我来了 我告诉你我 你不要以为有个安岔跟你撑腰 你就可以猥琐以为 七星吉酒店那个项目 没有我的批准 绝不可能参加 走着瞧吧 你站住 你 放了何玉琪吧 灵华 你心里会别扭吗 不会啊 为什么觉得别扭 可他毕竟不是你的孩子 你妈迟早有一天会发现的 我们家的孙子肯定像流火 他就是个天才儿童 如果有一天 你想过自己的生活 我也不会干涉的 你真的认为 你打了佟建国 你那么容易就没事了吗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 当时你为什么告诉我 告诉你 你只会跟佟建国去拼命 你斗不过他的 我宁愿让你觉得 我是一个坏女人 我也不能让他们毁了你 我不能 你凭什么擅自做这些决定 就凭我爱你 干嘛呢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你看你这愁眉不展啊 这是不是江湖传言的奶爸恐惧症啊 包兄 你说 我是不是挺没用的 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呀 那你要没用的话 那我们广大的男同胞 还不得死去呀 你看你 年轻有为 事业有成 想什么来什么 行行行别说 多好啊 你现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鸭鸭 一个是宝贝儿子 你现在应当陪他们才对呀 你说你一个人胡思乱想什么呀 对呀 我在干嘛啊我 我有病吧 多谢指点我 我走了 别 别 你还没喝完呢 还没喝完 你喝完再走 我李小王可太能耐了 我现在简直是人生导师 鸡汤侠呀 小哥们 谢谢啊 小哥 谢谢啊 小哥 你回来了 孩子怎么样 今天怎么样啊 挺好 呼噜呼噜呼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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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像的你看看 你看看 接吧 没什么好接的 贺雨漆啊 溜火 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贺雨漆啊 你说什么 怎么会放不下 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 你不用担心 你要想去找他 就尽管去找他吧 我无所谓他 我一会儿还我孩子就睡了 你说什么 我跟你结婚了 我是你老公 什么叫做你尽管去找他 你无所谓啊 没错 你是跟我结婚了 但是你是因为我 而跟我结的婚 而且你还替我埋了 那么大的一个秘密 我能够说什么呢 我能够阻止你吗 溜火 你跟何雨漆以前的感情 我都知道 我还能做什么 我能做的就是 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做错了吗 你当然错了 什么叫做 我是为了你跟你结婚的 我跟你结婚是因为我爱你啊 还有我想做的事情 我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 芽芽怎么样 孩子怎么样 我回来的路上 我就想过要用最快的速度 回到家来陪芽芽跟孩子 结果呢 就为了一通电话 行了 你别吵了行吗 吵到孩子怎么办 那你说 我还能怎么样呢 难道我要用我们俩的婚姻 来约束你吗 杨芽 你这是在闹哪一出啊 孩子才刚刚生 你经不起这么折腾的知道吗 妈您别说了 我已经答应我妈了 身旺孩子 我就回家坐月子 妈 妈 刘虎你怎么不说句话呀 好了妈 我先回去了 我妈还在家里面呢 芽芽 刘虎 芽芽 你 你为什么 不拦着她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们两个 吵架也好 再搞什么鬼也好 总之孩子放在人家家 我真的很不放心 无论如何今天你答应我 一定要把压压孩子 通通给我带回来 你听见了没有 好 我去公司了 带外套啊 还有微博 外面风大 我现在年轻人怎么 都这个样子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童总 这是我整理的近三年的 新开楼盘的资料 您看一下 整理得不错嘛 雨夕姐 这是我整理的三天三夜 童总有你在身边 我放心多了 您闹够了没有 我没闹啊 你是看我不顺眼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去哪里 都带着我了 你这属于限制人身自由 你觉得有意思吗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从今儿往后 你就只能乖乖地 待在我身边 哪儿都别想去 童总 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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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谁呢 妈 杨杨 快给我提一下 我这手快提断了 快来来来来 天哪 天哪 你 你怎么现在回来了 杨杨回来了 那这大包小包的 整的是哪出啊这是 是啊 杨杨 这不正坐月子呢吗 怎么就回来了 刘火送你回来了 刘火送你回来了 没有 他上班去了 妈 没事 我就是 在他们家有点不习惯 我就回自己家坐坐月子 撒谎 你跟妈说老实话 是不是跟刘火吵架了 你婆婆给你气瘦了 要不你不可能啊 坐着月子好端端地 就回来了 真的没有 谢谢 妈 你赶快给我把那个包里的 那个纸条库拿出来 天哪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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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丫丫怎么突然回来了 没有 该不会是孩子的事 露馅被赶回来了 乌鸦嘴下说什么呀 那要真露馅的话 薛东南还不上咱们家闹了呀 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观察观察再说吧 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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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鸦 孩子呢 怎么没回来呢 早上不是说了吗 她要回家坐月子啊 我早上不是也说了吗 今天要把鸦鸦跟孩子都带回来 你忘了吗 那她就想留在那里 我有什么办法呢 什么叫她就想啊 她都嫁人了 怎么还可以游到她想不想的 今天你是孩子的爸爸 你是个做男人的 你不可以什么都听老婆的 你知不知道 我还要问你呢 最近老是三斤半爷喝得烂醉回来 你在忙什么呀 啊 儿子 鸦鸦这个老婆是你自己选的 而且你们又有了你们共同的孩子 你真的不可以再跟何雨琪有任何的瓜葛 你知道吗 好啦 我去 我去 我去接她们回来好不好 谢谢你 孩子最近真的阴阳怪奇的 我觉得她跟毛鸦鸦真的有问题 我去 累了吧 你说你这一天天的 把自己弄那么累 也不注意休息 不注意身体 每天她弄到大半夜的 这家里面啊 现在就我是吃闲饭的 建国 要不然你也让我做点事吧 一呢 我能替你分担分担 这二啊 你也不用那么累啊 你说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你这人哪 哪儿都好 就是有一点 小心眼 总是不相信人家 建国 我答应你 考虑结婚的事 好吗 你真的答应我考虑结婚的事 当然了 我骗你干吗 那好 我也答应你 你可以处理一些公司的业务 但不是在这里 是在国外 国外 国外 对 前两天呢 我跟你跟你妈已经办好了移民手续 我想啊 你就踏踏实实待在国外 我跟你开一间分公司 你只要把那边的事情处理好就可以了 亲爱的 从今以后啊 这里所有的事情 都不用你考虑了 你只要踏踏实实地 做好你的同态的 再给我生个宝宝 什么七星级酒店的项目 都不用你考虑了 全部放下了 好 佟总 这是火器公司 这办你的业务材料 您看一下 你先出去吧 何宇齐啊 何宇齐啊 何宇齐 我旗下的生意 都被你拉到火器公司去了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到现在你可忘不了那流火 张张 那怎么同楼 何宇齐呢 何宇齐 您下午不是让他给安心生送材料吗 给安心长马上打电话 算了 我自己亲自打吧 出去 安先生 请问何宇齐到你那里来的 什么 何小姐 何小姐还没来呢 童总 安先生 何小姐要见您 请他进来吧 安先生 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啊您说 能不能不要挂电话 来了来了 牛火来了 妈 你看你 老酒来了 还拿什么东西呀 多破费呀 真是乱花钱 这是我妈准备好让我送过来的 说是质量特别好 谢谢你妈啊 丫丫丫跟笑笑呢 不不不不 一定先洗手 产妇和婴儿现在抵抗力都特别弱 万一你把细菌带给他们怎么办呢 洗手 所以先洗手 丫丫 老婆 说 hvad呀 肯定的 好吧 我 auss passiert стали 不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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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呀 燕燕 你怎么瘦了 人家坐月子多胖 怎么你瘦了 是不是没吃好 要不 你跟我回家吧 我来照顾你 肯定把你养得胖胖的 好不好 没事 我带她自己家挺好的 挺舒服的 还在生我的气啊 没有 我干嘛生你的气啊 我承认你 之前我的确跟何雨琪见过面 她也一直跟我说 想跟我和好 但我一点那个意思都没有 我很清楚的 过去就是过去了 我现在爱的只有你 你知道呢 还有孩子 刘虎 我们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有些人有些事 一辈子都过不去的 不是这样说 何雨琪现在面临这些情况 我有责任 她现在遇到困难了 我要是对她不理不睬的 那我也不是一个好人 也不值得你托付终身啊 对不对 何雨琪是你的责任 但我和笑笑不是 相反 我们应该感谢你 你要想去做什么就做吧 没事的 其实你真的不用解释那么多 本来我们俩 就没什么关系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 心里话 心里话 好 那 艳艳 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现在不想跟我说话 特别不想理我 如果是的话 那 那我就让你待一会儿 咱们改天再说 好不好 好 你走吧 那我走了 艳艳 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 艳艳 真不是我说你 你这孩子呀 从小你就特有主意 你看 你跟向辉好我不同意 你非得跟他好 行 我认了 后来怎么样 人家把你甩了吧 还怀了人家的孩子 我非不让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看 你看你跟我要死要活的 行 我也认了 还偷偷摸摸的 跟这个刘火结婚了 还别说 你这丫头面还真好 一下碰见刘火 刘火这孩子真不错 对你多好啊 你有困难 人家无怨无悔地帮你 可你怎么样 你要懂得坎恩哪 你看你对人家 横眉冷对 你老妈我眼睛不瞎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刘火能给你和笑笑幸福 你得珍惜 再热得一颗心 都得让你弄凉了 好了 妈 您别说了 行 一说就不让说 一说就不让说 好 我不说了 你好好想想 你今后的路你该怎么走 妈 我何尝不想跟她好好过呢